NEO Life中醫診所 優秀專業的醫療團隊 優雅捷徑的就醫環境 參加分所分別位於Milpeters、Redwood City和St.Martell 我們將結成為您服務 為您的健康、保駕、護航 大家好 我是灣區NEO Life中醫診所的汪洪江中醫師 我在從事中醫20年的臨床經歷中 總結出了一套治療疑難雜病的有效方法 治癒了數萬病人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花粉症治療的心得和體會 春季 春暖花開正是戶外賞花遊玩的開心時刻 而對於花粉過敏症的人來說 卻是煎熬痛苦的季節 因為這是花粉症流行的季節 什麼是花粉症呢? 就是對花粉過敏而產生一系列過敏性炎症反應的病 花粉是人類最重要的過敏源 花粉過敏症的典型症狀有鼻色、流涕、打噴嚏、眼睛干癢、流眼淚 嚴重的還會出現咳嗽、氣喘 通常這些人也會對冷空氣、油煙、灰塵、滿蟲、刺激性氣味等產生過敏性反應 在我治療的患者中 有一位女士 她來美國的頭五年身體一直很好 在第六年的時候得了一次比較嚴重的感冒 後來感冒慢慢好了 但每天早晨起來的時候感覺輕微的鼻塞、流涕、頭部輕微的悶痛 這種症狀持續了兩年多 並發展成咳嗽、胸悶 嚴重時會出現哮喘、睡眠不能平握 西醫檢查後說它是花粉過敏症 服用西藥、抗過敏藥、平喘藥和激素類藥 當時有緩解的效果 但每年到春季就發作 讓它痛苦萬分 經朋友介紹來求診 經檢查診斷為鞋於肺筋、肺氣不足 我為它致以宣肺散鞋、補肺固表 用五星針法 宣肺筋之鞋、培補皮土、口服中藥、以驅鞋固表 用我們自己秘制的花粉中藥貼膏 貼於血肺之上 從皮膚排出血氣 治療一次後 可喘症狀基本消失 可以平躺睡眠 繼續治療了六次後即痊癒 次年的春季 病人告訴我 沒有發生明顯的過敏症狀 更沒有出現可喘的症狀 但還是想來進行鞏固性治療 以免復發 有一些人是花粉症易改人群 那麼什麼樣的人是易改人群呢? 第一,先天不足 先天肺脾肾氣虛的人 比如肺活量相對正常人小 容易乏力、消化功能弱 過敏性體質的人等 第二,後天不足 比如,原來比較健康的人 本來沒有過敏 但認為得了感冒 沒有恢復得好 導致免疫力逐漸下降的人 還有壓力大 飲食不規律 睡眠不足等 都可能研發過敏症 中醫認為花粉症屬於本虛標識症 肺氣不足為表不顧 所以在治療時候 根據輕重緩疾 採用急責置其標 緩責置其本的原則 病群穩定後或恢復期 則予以補虛服症 培原故本 提高機能 提高免疫能力 糾正過敏體質 從而達到治本的目標 在這裡 我向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秘製的外用花粉中藥貼膏 這種貼膏 用十幾種中藥特製而成 貼在人體的定喘穴 蜂門穴 肺疏穴 痰中穴 具有透散外邪 從皮毛而出的功效 每次貼二十分鐘左右 即可摘掉 每周貼一次 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今天的節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